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梅斯瑞市里这个区的一套小庄园 这个小庄园的占地是1.8个acre 所以它的占地还是很大的 而且它的地顺很低 房子非常好 而且户型特别好 因为这个房子有五个卧室 五座班洗手间 每个卧室都是套间 而这个房子呢 占地特别大 所有的自己的占地都被铁栏杆这样围起来了 很有一种很私密的那种感觉 后面有湖景游泳池 学区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这个房子是蛮性价比高的一种 它的报价是89万7千美金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斯顿梨长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September we met I can tell by a smile You hadn't been with a good girl like me in a while Yeah you were impressed Couldn't leave me alone Text me every time That you pick up the phone And I had control on the driver's seat But my hands are slipping off the wheel 今天我们看到这套房子是一套占地1.8个acre的小庄园 你看它把所有的自己的这一部分都用铁栏杆给围起来了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整个房子宽距是非常宽的 整体的宽距基本上在110个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这一大片树也是这个房子的 这一大片树都是这个房东的 这一大片 全是这个房东的 然后从这边这个水泥地过去 就是它的后面的车库 那这边就看到就是它的房子 然后这个邻居呢都是这种大占地的 但是像你看对面的邻居啊 或者是隔壁那边的邻居 基本上都是一个一棵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它是在小区里总体占地是最大的 它是1.8个一棵 好 现在先让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房子的什么感觉吧 好 现在我们就去房子里面看一下 旁边种了很多花花草草 很漂亮 一进门呢这边是一个铁门 铁翼的门 一进门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铁翼栏杆 然后呢它分左手边和右手边 我们依然先从右手边看 右手边是一个全部石木包边的一个书房 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左手边 左手边是一个主餐厅 这样的感觉 然后主餐厅的那边有一个酒棍 好 现在我们先去煮这个主客厅看一下 快到主客厅的时候呢 这边有一个客人用的洗耳间 整体的风格都是这种比较复古一点的风格 做旧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这个客位的马桶都是主按摩的马桶 就是这个自动马桶 然后现在这样我们就来到它的主客厅了 看一下 主客厅是一个圆弧形的窗户 然后它所有的玻璃都是从外面看不清里面 从里面可以看得到外面的 就是整个客厅的感觉 主客厅的旁边的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早餐厅 这样子的 我们看得到早餐厅的旁边 这边是有一个副楼梯的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厨房 厨房整体来讲是非常大的 中间有一个倒台 然后这样一圈的设计 卤灶在这边 然后并且呢 这个冰箱是一个镶嵌式的冰箱 所有的厨具都是比较高端的这种厨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种厨子 厨子呢里面也是非常干净的 其实看房子新旧主要就是看这种 不太能看得到的细节 然后下面这边是洗碗机 在厨房的这边呢 是一个储藏间 储藏厨房用品的 厨房的这边有一个门 门通出去就直接到刚才我们停车的地方了 然后再往那边走的那个门是另外一个车库的门 待会儿我们去看 然后厨房的旁边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什么的都放在这边的 洗衣房也非常的明亮 整体来讲 整个房子所有的房间的窗户都是比较大的 你看 我们现在看的这一大排窗户 一直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主卧看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主卧 双开门一进来 先是一个主卧的小客厅 然后这边呢 是有壁炉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主卧的小客厅的里面 才是真正的主卧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也是一个圆弧形的飘窗 从外面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外面是这种感觉 然后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然后所有的地板都是石木地板 这是刚刚换的 只是做旧风格而已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主卧洗手间 大家看一下 主卧洗手间这边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边是有一个发毛巾的 一个架子 然后舒服 浴缸 然后比较漂亮的梳妆台 两个sink 这样的感觉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磨砂的飘窗 然后这边 很大的一个淋浴间 淋浴间也是翻新过的 双芋头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衣帽间了 这房子衣帽间还是很大的 你看一下 有这么大 就是整体衣帽间的感觉 整个主卧洗手间 好 这就是我们来看的一楼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我们从侧楼梯去二楼 我们从这边这个侧楼梯上二楼 侧楼梯也都是石木地板的楼梯 主楼梯也是石木地板的楼梯 然后一上来之后呢 二楼是这种短毛地毯 短毛地毯比较好打理 一上来之后 我们先去右手边看一下 右手边的这个房间 就是位于车库上面的房间 所以车库下面和车库上面 都是这么大的 你看它是做了一个活动室 Game Room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冰箱 有一个小吧台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中间的一个非常大 非常通透的一个房间 因为它这边有窗户 然后在这边又有一个很大的窗户 并且这个窗户也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 整体来看这个地方 练瑜伽健身什么的 都是太棒了 并且呢 再往里走还有一个套间 往里走呢 就是一个套间 这是一个套间卧室 有衣帽间 并且有这个洗手间 这边看看它的洗手间 洗手间也是 可以淋浴 然后面积也比较大 而且是两个浴盆 两个这个洗手盆 这样一个 然后里面是衣帽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马桶间 这样子的马桶间 好 我们现在再去二楼的另外一面看看 这就是我们走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是另外一个套间 这个房子的所有的卧室 都是套间 这边呢 是一个衣帽间 所有的卧室 都一定会有一帽间 因为没有一帽间的卧室 都不叫卧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套间 打开灯 这个主人很喜欢用镜子的元素 然后这也放了一个镜子 那整个厕所特别大 当然它本身的面积也不是很小 这样子的 我感觉 像这个厨子都是一些储藏室 你看这样做储藏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再要去另外一边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台子 这个台子是给女主人算账用的 然后现在去另外一边 走过来之后呢 你才发现这边呢 就是我们从正楼梯上来的一个位置 这就是主楼梯和大门 然后我们上来之后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活动室 这是一个活动室 它完全不算卧室 如果把这个也算成卧室的话 那这房子就六个卧室了 然后你看哈 它这边呢 有一个secret room 本身它是这样子的 哇 我用力才能关得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它本身是这样的 但它其实是一个小密室 推开 就看到里面了 里面是这样一个 很小的一个 一个跟小密室一样 一个地方 然后它还放了镜子 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儿还做了一个射灯 就感觉在这儿 做一个高温瑜伽都行 因为挺闷的 这个房间是没有窗户的 就跟衣帽间一样 然后就这样出来 依然是非常大的这种 弧形的窗户 然后看到的这个活动间 这个活动间呢 是有一个阳台的 非常大的阳台 这样我们就走出来了 你看这个阳台 全都是瓷砖铺好了的 很干净整洁 然后阳台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 整个大院子了 我们待会也会出去看 这边是三车库 然后这边呢 也是一个三车库 这个门就是一个 小洗手间的门 在这里还有一个 淋浴的地方 所以游泳完了之后 可以在这儿淋个浴 你看这儿能停多少车 保守计算 就这一大片空地 停五六辆车 问题都是不大的 然后这边的树 这一片树 也是这家人的 包括那边 这边的树 全都是这家人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空地 如果你想再盖房子 或者是想怎么样的话 然后下面就是一个 很漂亮的大泳池 然后那边是隔壁邻居 然后这边就是湖 整体的一个感觉 就这样子 待会我们再去院子 好好看看 行 现在我们先 还是看完 房间内部的一些结构 我们又进来咯 然后呢 现在我们再去 另外两个卧室看一下 这个房子一共五个卧室 五个洗手间 五个半洗手间 然后这边呢 又是另外一个套间 这个套间这边 也是洗手间 就这样子的 我们在隔壁里 第五沟 卧室和洗手间 这边呢 就是第五个厕所 还有淋浴间 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 还有一个门 这个门 这个门就是从卧室里面 进洗手间的 这是第五个卧室 然后你看这样 也可以去那个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内部结构 现在让我们去 这个房子的院子 看看这个房子 非常漂亮的院子 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现在就从 这个房子的后门 去院子 这边是后门 打开后门之后呢 先是这样一个padio 你看它也是铺了瓷砖的 这个padio上面 就是二楼的阳台 隔壁邻居在割草 所以有一个很大的 吵闹的声音 这就是这个大padio 然后这就是泳池 泳池有SPA的加热系统 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往这边走走 往这边走呢 是一小块空地 然后这边的这个空地 也全都是这个房子的 隔壁是邻居 就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再到这边转转 这边是湖水 然后呢 再往这边走 这一大片全都是这个房子的 整体占地1.8个acre 然后你看这片树林 这些树林都是这个房子的 其实现在买这种房子 有这么多树的 也不是很多了 邻居家还是在做院子 这种院子很有空间去做 可以做到更漂亮 好 现在呢 我们就到了这个 这边的一个车库了 你看这个车库这儿呢 其实是一个厕所 等一下我拿钥匙开啊 看我把这个开开 这边是一个厕所 就完整的厕所 然后它外面呢 这儿有一个淋浴 所以就是游泳 这边可以游泳 游完泳之后呢 就过来淋浴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设计 好 我在这边来 大家看看这个车库 这边是1 2 3 三车库 然后这边也是 1 2 3 三车库 我们进来这个车库 看看什么样子 这个车库里面是这样的 就这样一个三车库的空间 还有一个窗户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刚才您看到的 做的那个厕所 这个车库完全可以 把它做成一个房间 只要装修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去看另外一边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边这个车库 平常回家的时候呢 您的车就是停在 这个亭子里的 然后从这个门进去 就可以回家了 然后这边呢 就是车库 这边这个车库也非常大 是个三车库 你看同样 车库里有窗户 所以直接把这个车库 改造成房间 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以改造成两屋房间 然后这边还有厨子 改造成厨房都可以 所以这就是这个车库的 一个构造 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修正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这种庄园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我 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现在看这个房子 所在的位置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咯 这个占地1.8个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庄园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这一个是一个3D的俯视图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这些树啊 都是跟刚才视频上 演示的一样 全都是这个房东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再放大一下 看看整个区域 整个区块 都是这样很大 占地的小庄园 你可以看得到 邻居之间的间距 是非常远的 然后我们再 在比较大的这个范围看一下 整体大的范围的环境 还是很不错的 整体大的区块环境 就是这样的感觉 大一点的图 可能就不能用3D图 这就是再大一点的图 然后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高尔夫球场的 一个社区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庄园的 这是更大的那种庄园社区 这是一个小一点的庄园社区 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一下 这个位置 在整个休斯顿来讲的话 它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是整个休斯顿的 一个大地图 它是位于休斯顿的 西南方向的这样一个位置 好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位置 它到各个地方 到底的距离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它到 我们现在先可以看一下 它到中国城的 这个 唐城的中国城 是一个16分钟的距离 就到唐城的中国城的一个位置 那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它到中国城 这下巴讲到Chinatown 到Chinatown的时间是23分钟 最 长的时间是32分钟 然后最短是23分钟 就到Chinatown 所以它 所谓的位置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现在还可以看一下 它到 休斯顿动物园 也就是博物馆区 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基本上就是30分钟 到休斯顿最中心的博物馆区 所以整体来讲 这个小庄园的位置是非常的方便的 并且学区也还是很不错的 这就是这个庄园所在的周边的一个感觉 如果您对搜登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